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彰化县215所 国中小 每个屋顶上面都架设有太阳能板 那太阳能板都只架设在屋顶上 它是一个学校的设施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跟教学活动结合 那它就变成一个焦距 那既然我们学校屋顶已经有太阳能板了 我希望说让学生了解说 那太阳能板可以做什么用途 因此刚好搭配教育部的计划 我们有个能源科技的专案 因此我们在学校推太阳能的光电教案 然后让学生能够了解说 那怎么样子利用太阳光来转化成一般的能源 所以我们再设计一些教案 那也准备了一些的教材 然后让学生能在实际操作中去了解说 真的能源对我们非常重要 那也我们需要想办法来节约能源 然后想办法来制造一些可再生的能源 然后让我们的地球的环境可以更好 参加国中学校园里面 也还有设计的一支 利用太阳能来提供动力的顺繁水滴 可以做教育的政境 同时也有任何科技教育 除了教育的教育 也有电视学生的作品 当初三楼的衣水位下来会见到老师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他接下来 就有天赤活水的概念 后来我们把他引进来之后加上电 就有现在这样的水池 我跟学校申请了两张塑胶布 用报废的联手砖围成一个水池 不要的花盆 然后做了一个过滤 这是学生的损坏的轮框 我们把它做成水车 那我同军课本来就是要利用 废弃的材料 把它活化 多元的运用 所以这些我们找同学来 义务来铺这个砖 这个椅子我们就来这边上课 让学生从头到尾可以看一下 那我告诉同学说 抽气水化电的概念是有上池跟下池 我们有一个马达 这是交流的 对不起 因为太阳能这间没有什么阳光 所以它不作动 所以校长 感谢校长给我们一个太阳能 我们就告诉先生说 家里有水株缸 如果你插电停电的时候 那一个太阳能就可以供电 让它有溶氧 雨就很快乐 然后太阳能发电它很环保啊 就是比较不会污染到环境 可是如果有时候像映天的时候就是没有太阳 然后就是没有光照 就是会没有电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无法使用的时候 所以像那个太阳能发电的话 我们就是热水器的话就可以加热 这样洗澡也很方便 然后平常使用灯的话也可以为我们 就是不会利用到太多台电的东西 而且多余的电我们还可以卖给它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好处 也可以赚到钱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好处的这一面 核心爱好地球 环境 爱对立像当中来做起 对教育和学校的立像 生活当中建立环保的意识 后到又给它拿来用 发肥爱物 笑物 主要回收丁丁的观念 作为搭造立实 灵丸 新未来 各位频道 七世兴 三位蔡方报道关华点台台意配音